原标题,美日联盟牢不可破,美军突然向日本索要天价赔偿款,双方将持二战之后,美国开始在日本驻军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美国把日本当作成重返亚太的战略指点,而日本也因为美国的帮助,很快地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。 这两个国家可以说互相离不开对方,驻日美军然而尽管两个国家的关系都还不错,但这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。 等到谈前的时候,才能看出两国的关系究竟如何。 比如说,克朗普上台之后,要求日本东家对美国军队的敬畏支持。 开始的时候,日本也不想答应,但是迫于美国撤军的压力,日本恐怕最终还是会向美国妥协。 除此事之外,还有一件事也让日本感到非常头疼,而且这件事还是跟前有关系。 8年以前日本31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,美国的第一时间派出了自己的救援部队进入日本。 当时日本的地震级数达到了9级,这是目前人类真实探测到的强度最大的一次地震。 而且地震还引发了海啸、火灾和河泄露事故,给日本部分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。 民众反抗驻日美军美国出动里根号超级航母,让日本非常有面子,在日本眼中,这就是朋友间的互帮互助。 然而事情已经过去多年,当年美国海军援助日本的三世们,却因为河泄露事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状。 陆续有人死亡,生存下来的,也患上了癌症等可怕的疾病。 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了很大一部分医疗费和赡养费。 在金钱面前美国再一次选择给日本施压。 据悉有20多名战士,现在需要日本做出赔偿,美国更是对日本提出了上亿美元的赔偿费。 日本坚决不接受美国这项要求,为此,两国在谈判上僵持不下,甚至因风相对。 美日联合军演所以说,关键时候才能看出美国和日本的本质关系。 这两个国家的友谊,并不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,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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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